大家好 今天来吃一个阳国福的马 不是阳国福 是阳国福的麻辣烫 然后我们就先近距离去看一下里面有什么菜 有这个藕片 煎蛋 土豆 木耳豆芽 冬瓜 还有这个丸子 还有这个白菜 牛肉丸 还有什么呢 我觉得我点了挺多的 还有粉 粉豆鸭在下面呢 反正就这么多啦 酱的是微辣的 然后还有一个油条 我怕等一下它泡软了 所以把它单独拿出来了 就这样了 然后我现在就开始吃啦 这个有这个大白菜 看到了吗 好便宜啊 我这是酱的 这全部都只要25块钱 我觉得好便宜哦 因为我是用那个美团点的 然后美团是 怎么还没吃就开始打歌啊 美团是35-9 然后我是凑满35的 最后还有红包啊 什么 一减就是25 我觉得比在店里面点要便宜 你们觉得呢 挺大一碗的 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出来 我买的筷子在路上还没到 所以我就用这个一次性筷子 好脆啊 先把这个煎蛋吃了 煎蛋好好吃 我是个还蛮喜欢吃卤鸡蛋煎蛋的那种 我知道有些人他不喜欢吃鸡蛋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那种 很好吃的卤鸡蛋 真的把那个卤鸡蛋 茶叶蛋 把那个鸡蛋卤的那个味道 哇 真的好好吃 我就喜欢吃各种蛋啊 什么蛋包饭里面的蛋啊 还有煮泡面的时候 刻一个进去 哟 然后就让那个泡面变得很好吃 豆芽 这下面其实垫了一个 范冰冰代言的那个箱子 把它整整在 整在这个盆子底下 没有箱子 只找到这一个箱子 怪不好意思的 这里就是他 酥子掉了 你们看 小脸模式 大脸模式 还是大脸模式吃的比较爽一点 我叫的本来是桂蠣米粉的 结果他给我送来是这种透明的米 透明的粉 然后还有这个油条 有人喜欢吃麻辣汤的时候 会点一个油条泡进去吃吗 有人吗 呵呵 还有吃火锅的时候 磨一节 我超喜欢吃那个磨一节 煮火锅的时候我也喜欢 脆脆的 有点像粉丝那种 我很喜欢吃这个 就是每次打火锅的时候 去超市 老是看不到这个 其实我是很喜欢吃的磨一节的 好大 我超喜欢吃这个 这是点的是微辣没有点很辣的 我觉得他这个汤满好喝的 永远 有点像芝麻酱那个味的汤 牛丸 我有点不太喜欢点那个外面麻辣汤里面的肉丸什么的 因为我觉得外面麻辣汤的肉丸 总是那个淀粉很高 因为我之前去潮汕吃过那个潮汕的牛丸 他们那个牛丸简直一绝 吃过那个牛丸之后我再也看不上这些牛丸了 但我今天还是点了 因为光点菜的话大家以为我吃素了 它给我好多豆芽哦 冬瓜 我好喜欢吃那种煮的很烂的冬瓜 我没有点哦因为我怕他把把那个没有点那个萝卜 我怕他把萝卜煮的不够软 那本来想吃桂林米粉的 其实杨国富还有一种还有 哦那个是叫玉米面吧就黄色的那种面 对就是那个也吃起来蛮好吃的 我还蛮喜欢吃这个东西的 三小型这个 再吃一个 哦 太脆了 我不是很喜欢吃的 很脆的 我喜欢吃那种煮的很软很很粉的那种 哇 哇 哇 其实这种透明的粉也还挺好吃的 啊 本来想吃桂林米粉的 土豆片 最近我还蛮喜欢看一个 呃 在那个B站上面看那个 呃 康熙来了 然后我上次就特别想看康熙来了 我就想搜B站有没有 结果有 我们已经搜叫变态少女 那个是up主叫变态少女 然后他里面搬了很多康熙 我最好喜欢看那个 最近我还在看那个 身逢灿烂的日子 然后那个我是 呃 已经看了二十几集了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就是老二 老二小时候性格跟我好像 我小时候就是那样调皮抖蛋 冬瓜煮的还挺软烂的 好喜欢那个 康熙来了里面的那个 曹熙品大哥 我好喜欢他呀 妈呀我觉得 我觉得我就是超喜欢这种人的 就是 就是他就是有一种那种 那叫什么 很有魅力的一个人 然后他人 就看出来他很善良的那种 重看康熙还是那么搞笑 哎呦 丸子打溜 这个是包心 哼 身逢灿烂的日子 我觉得那个还蛮好看的 尤其是前六集的时候 就是回忆以前的时候 跟我小时候在老家的时候好香 就是也会 如果有一户买了那个电视机 然后就会街坊邻居啊 都跑到他们家来看那个电视 歇一会儿 感觉吃好饱啊 不可能 很嬷 有点 啊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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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或者喜欢我的话 帮我点一下大姆哥 还帮我投币点赞 分享留言大梦 然后给我多一点动力 然后我就可以多更新一些视频 给我鼓励 好了 我们这期就这样了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话 欢迎关注我的微博 大姐猫